各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对于年轻人来讲 信用卡简直是再常见不过的东西了 几乎每个人都有那么两张三张信用卡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逛街的时候 经常性的看到银行的摆摊 银行的工作人员上来拉你说 哎呀搬张信用卡吧 你今天开卡 我们今天还送你好礼 是的 如果你有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 那更是人家三不五时的就会跟你讲 哎呀对不起 我们今天有任务 你看看帮帮忙 你帮我们办一张信用卡 你可以不用吗 你信用卡拿了之后不开卡就行 但是你一定要帮我完成这个任务 没错 信用卡确实是非常好的金融工具 可以先花钱再还钱 而且有长达几十天的免息期 甚至有的人还有很多歪门邪道的用法 比如说用各种post机刷卡工具 把这个钱提倩提出来 人家称之为养卡 但是我们真得提醒每一位好朋友 信用卡是一个好工具 但不是说这个工具多了就是好事 有的时候信用卡多了都是一种累赘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案例 前几个月在广东东莞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遇到了这个麻烦事 这位年轻的小伙子本来是在邮政储蓄银行工作 是一个大堂经理 这个工作还不错 虽然收入不高 但是很体面 而且在银行工作 但是咱们也清楚 现在你想进到银行很难 所以他也是通过外包公司 以劳务委派的形式进入到邮政储蓄银行工作的 结果没想到突然有一天 人家真正银行里面的人跟他讲 对不起 你不能在我们人上班了 为什么呢 我们经过内部风险调查 认为你是个有风险的人 这个小伙子当时就很懵 我哪里有风险 你这个银行怎么能筛查到我有风险呢 邮政储蓄银行的人告诉他了 因为我们经过内部调查 发现你名下有十几张信用卡 你的总受信额度接近30万 而且你已经用掉了十几万 因为你的信用卡太多了 对不起 你不适合在银行工作 我们要把你退回到劳务派遣公司 而且后来这个劳务派遣公司 也跟这个小伙子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 信用卡多 也是累赘 也是罪吗 是的 对于很多行业来讲 人家就有这样的内部规定 邮政储蓄银行的人说 我们所有员工 包括这个外部派遣员工 我们每年都要对每个员工进行一个风险核查 一个人如果你的信用卡超过五张 对不起 我们会要求你赶快给消掉 一个人你的信用卡总受信额度 什么叫总受信额度 工行给你三万 农行给你五万 中行给你两万 那你加起来就是十万 一个人你的总受信额度 如果超过了你的年度工资 对不起 也会要求你赶快消掉几张卡 否则你就不适合在我们这家银行工作 这个小伙子呢 他平时就经常养卡 套这张卡的线还那张卡 没办法 刚工作嘛 收入比较低 所以只能拆东墙 补西墙 结果人家银行规定下来 你要么消卡 要么离职 签了那么多钱 哪能那么快还啊 消不了卡 对不起 你就不适合在银行工作 这个规定啊 听起来似乎有点那么不人性 我不过是多办了几张卡而已啊 但是银行的规定是有深意的 以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好几个案例啊 有的个人运用在银行工作的便利 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 骗了储户的钱 打着银行的旗号 结果让银行的声誉都遭到损失啊 所以银行要严加管理 对于自己的每一个员工 每年都要做风险测评 看看他的负债高不高 有没有在外面借外债 有没有很多张信用卡 有没有借很多网贷 如果你的负债过高 对不起 你可就是有风险的了 你就不适合在银行工作 信用卡是个好东西 这个工具用好了 能够方便我们的生活 但问题是 如果真的每个人大量的申请卡 申请个十几张 二十几张 总授性额度很高 甚至经常性的一卡 养卡 随时随地负债很高 那么这个人的资金链 一定是很脆弱的 银行不喜欢这样的人工作 我们也是能理解的 反过来讲 我们也真得给每一位好朋友 提个醒 信用卡吧 你申请个两三张就得了 真申请多了 那还真是个累赘呢 今天的视频你满意吗 点击赵旅说事的头像 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